张嘉义一共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是和演员杜骏 两人在一起两年便离婚 之后张嘉义邂逅了同事演员的王海燕 两人因戏生情 王海燕是中国五位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她被誉为A股市场上的昂贵婚姻 据悉王海燕之前和富商离婚后得到24亿财产 为何她会选择二婚的张嘉义呢 张嘉义在一次采访中说出了原因 90年代底张嘉义的事业才有了一点点起色 这一切还得感谢一位编剧杜老师 凭借着对方的关系 她认识了很多圈内好友 杜老师有一个女儿叫杜骏 两人一起搭档出演了帕米尔医生 也正是因为这次合作 让两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后来得到女方家人的同意后 张嘉义向杜骏求婚 杜骏也答应了她的求婚 那年她31岁 婚后两个人恩爱没多久 便开始矛盾重重 感情也随着争吵淡化了 且在杜骏看来 张嘉义能够演戏 全是父亲提携的 甚至会在节目中 讲自己家给张嘉义的恩情 张嘉义感觉受到了屈辱 女强男弱的婚姻注定是失败的 结婚才两年 二人便离婚了 之后不管是怎样的戏 只要能露脸 她都会去 武打戏也是真摔 2004年张嘉义参演电视剧 国家使命 在剧中和当时有名的女演员 王海燕演夫妻 那是他们第一次合作 但其实那次合作并不顺利 甚至当时的王海燕 还特别看不上张嘉义 拍戏的时候 两个人第一场戏 王海燕有大量的台词 为了不影响拍戏进度 头天晚上她准备到深夜 结果等到第二天 张嘉义却向导演建议 把那段台词删掉 导演经过慎重的考虑 同意了她的提议 一晚上的功课付诸东流 当时的王海燕一肚子火 十分讨厌张嘉义 之后随着拍戏 两个人的深入交流 她发现张嘉义这个人 除了拍戏爱教真外 生活上很随和 而且特别真实 慢慢的二人变成了朋友 张嘉义其实在拍戏过程中 就喜欢王海燕 但她一直不敢说 这里要单独介绍一下 王海燕 代表作有天下粮仓 誓言无声 金婚等等 她获得过金银奖 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 在当时 王海燕的名趣 是比张嘉义要高 在感情上 王海燕也曾有过一次婚姻 据说对方是身价百亿的老总 两个人离婚后 王海燕得到24亿分手费 那时的王海燕 被人称为明星中的女富豪 然而一次表白机会来了 有一次朋友过生日 王海燕为朋友挑选礼物的时候 看中了一个手镯 一直没舍得买 后来张嘉义有心 知道王海燕喜欢 就偷偷地买了下来 等到生日聚会结束 张嘉义拿出来了自己的礼物 送给王海燕 当时王海燕很是吃惊 她直言张嘉义有心了 王海燕说谢谢 张嘉义说别客气 毕竟我们是夫妻 这层窗户纸就被这样捅破了 那时候的王海燕已经拿下了飞天奖 而张嘉义一直还是在圈中默默无闻 但是妻子王海燕认定了她 这场恋爱俩人谈了整整四年 2008年张嘉义带着妻子 回到了老家陕西西安 两个人低调地登记结婚 结婚两年后 张嘉义凭借《蜗居》中饰演的宋思明 一夜之间爆火 特别受群众们追捧 之后张嘉义的片约不断 一直渴望拍戏的张嘉义 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事业上 王海燕为了支持她的演员梦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做她背后的女人 全心照顾家庭 张嘉义在妻子的支持下 所有电视剧演员能拿的奖项 她都拿过了 成为家喻户晓的男神大叔 2010年两人的女儿张艺兴出生 张嘉义非常高兴 要知道当时的张嘉义已经40岁了 而此时的王海燕41岁 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 为张嘉义生下了一个女儿 所以之后的张嘉义 非常的疼爱妻子王海燕和女儿 主持人李静曾在非常近距离中 调侃张嘉义说她太交惯女儿 可没想到她霸气地回答道 我肯定惯着她 我不惯着她 谁惯着她 张嘉义也许就是转身遇到真爱 王海燕为她高龄生女 而她也很宠爱王海燕 并把所有的财政都交给她 自己的零花钱都是找妻子要 在大家的眼中 张嘉义成了七管眼 任何小事都要听从妻子的安排 不敢忤逆对方 她曾自我点评说 自己是一个不太懂浪漫的男人 她曾经拍了一部叫《一仆二主》的电视剧 而在她的生活中 她也确实把自己活成了一仆二主 张嘉义仆 而二主分别是太太和女儿 她说自己不太懂浪漫 可其实她已经把所有的温柔和浪漫 都给了妻子和女儿 转眼之间 他们这样生活13年 可他们的感情一直像刚开始一样 那么真实 没有一点的做作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经营婚姻 现如今王海燕已经50岁了 她俨然是一个人生赢家 不但拥有一个这么疼爱自己的丈夫 还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 其实不管多么有钱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并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才是最重要的 爱情上收获幸福的张嘉义 演艺之路可谓是一波三折 张嘉义1970年出生在西安 一个普通家庭 家庭条件优越 父母都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工作 她舅舅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制片 17岁那年 电影学院在西营场招生 她舅舅鼓动张嘉义去试试 无形插流柳成荫 张嘉义竟然考上了 但因为没有毕业遭到了学校的拒绝 张嘉义爆脾气上来 到学校与老师大吵一架 学校最终破格录取了她 她刚进入北殿时 因为性格敦厚 看到女生都不敢说话 更别说一起搭戏了 因此她只能客串一些小角色 在学校里老师对她曾多次说过 你的形象很受限 毕业之后可能没有演主角的机会 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然而张嘉义不仅是听进去了 还是这样照做的 张嘉义21岁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 她选择留在北京发展 可因为形象问题常常碰壁 不得已只能回老家了 回到老家后进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 连续出演了多部电影里的配角 就这样也没能使她大火 然而乌漏偏方连夜雨 在她25岁时被查出了强职性脊柱炎 虽说这种病并不能置人离去 但非常的折磨人 为了拍戏 她每天早起都要用热毛巾敷后背 就这样过了五年一直不温不火 于是她决定上北京寻求发展 到北京后她住着地下室 在剧组里跑龙套打扎找演戏的机会 后通过窝居才开始大火 之后就片约不断了 对于张嘉义来说 现如今的她爱情事业双丰收 同时我们也祝愿她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